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在涛歌坎电影当中跟大家分享我比较细节的看法 但影片当中的他都是用对比的概念我觉得表现出来 好的被欺压的人群当中有着坏人 而欺压者奴隶主完全是欺压者的这样的人群当中又有好人 所以给我的感觉给我的体会就是起码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看待人的时候呢不能够很笼统的观念去看 要看具体的人 而好人里面有所谓所有描写好人里面有个特点 他们生活的本身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理念 在霍比特人当中在指环王当中都是这么表现的 而这样的善念童话般的善念与现实的利益格格不入的这种善念 却与更好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相反 极端物质化的东西 极端满足欲望的东西 为自己利益而对其他任何都是淡漠的 他就出现了跟魔鬼融在一起 所以这是我个人角度来讲 认为在人性的描写当中刻画非常深刻的 国外国内历史上和现代都是一样 只不过现在的我们生活的环境过分物质 就变得过分贪婪和欲望 就像华尔街之狼所表现出来 但他生命没出路 人也没出路 这就是非常现实的 我引述这一段是因为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 那么多律师 那么多好人被这个体制的所掌控下的 所谓的法治道德教育基地进行残酷污辱和迫害的 这个对比形成了直接的联系 形成了直接的联系 那纽约时报呢 就登了一篇文章直接表述建三江农坑总局 所谓那个法治中心的他邪恶的那一面和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非常大 而与此同时呢 在Facebook上呢 昨天有个朋友贴了个贴子 我觉得他贴的满到位的 咱们先欣赏这个贴子 然后再去看纽约时报是怎么评价建三江农坑总局这件 把那么多律师抓起来和这件事情的忠心的内容 那昨天朋友贴的贴的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用一颗慈悲的心去关注一件件让人揪心的事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最近的建三江冒名太阳花 太阳花指的是台湾 幼儿园的胃药 雾霾 各种毒食品 各种神奇的死亡 各种强拆 一个无辜的被毒害的孩子 最后让我们做中国梦 然后又弄头狮子来忽悠 这是多么神奇的国家 我无力去帮助受苦难的同胞去抗争 唯一能做的就是唤醒所有善良的人 拒绝邪恶和沉默 哪怕只是发个帖子 说句话也好 不要等镰刀斧头砍在了你脑袋上 才去嚷救命 今天你面对邪恶沉默了 明天没有人会帮你 我觉得这个贴的很多人朋友去赞许了 说了一个现实的状况 不是邪恶有多嚣张 而是好人有多么沉默和冷漠 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抗议中国黑监狱 11人被拘留 文章介绍说 在东北黑龙江建三江市警方星期一发布通告显示 抗议黑龙江省一座黑监狱的11人 包括4名维权律师 是因为所谓的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被处以行政拘留的 在去年12月20号 李东升被拿下 今天主政的人一再强调他的官位 是全国610办公室主任 610办公室去以国家的名义去侮辱那些真正的信仰者 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 但是这个政权的国家机器却惨无人道的方式去迫害了他们 其他的人 普通的人 无论你什么样的职业 包括律师 你出于人的良知 你去维护这些信仰者正常的他的基本权益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拒绝邪恶 而这个时候 邪恶的那一面施加于你身上的迫害 你会感到极其吃惊 就是今天的建三江的所发生的事情 文章提到说 建三江的公安局直接说 因为他们替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去打官司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扰乱社会治安了 那才叫邪恶了 对不对 所以朋友 很多朋友一开始还不太接受我的说法 这是事实 今天我们看到 触动到整个这个体制的根本问题 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中共上层 无论谁 以什么样的反腐的名义 走过了2013年 可偏偏到了李东升 以六王林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被拿下之后 骤然中共政坛的最上层出现了那种拨刀汹涌 就像今天在智利发生的地震一样 8.2级 他立刻就改变了 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被放出来的张俊杰律师 那张俊杰律师讲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们甚至没有喊过任何口号 那而警方这么说完全是抹黑这些律师 他说他们说掌控了我们煽动和扰口号的录像 他说那好拿出来 说给世人看一看 而张俊杰呢 大家讲在他被关押期间呢 他被打伤了三个肋骨啊 是锁骨 那我看过张俊杰那个被关押期间的那种被对待 我的感受就是说 大家看一看高智晟律师的黑夜黑头套黑绑架 在当时高智晟律师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 被很多律师都不接受 但今天的律师们却遭受了 那么多年前高智晟律师所遭遇的 而那个时候高智晟律师所遭遇的这样的状况 正是高智晟律师意识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的迫害 他挺身而出而带来的麻烦 那如果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鸣不平 站出来的人遭此迫害的话 大家想一想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法轮功学员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迫害 那就是真的 你们身上所的遭遇就验证了那些 在过去时间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和低于你们的真相的本身就是真相 而你们不承认是你们自己的事 对不对 你的不承认是你的自以为是 你的观念 你的以为 你的认为 你的如何如何如何 而你的如何如何造成了今天被迫害 因为你有良知尚存在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人 真正明智的人 是看待周围事情所发生的时候 能够辨别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而不是等待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才叫智者 文章提到说 在中国黑监狱因其残暴和非法性而臭名昭著 在国内极具争议 其中被称为法治教育中心的 正是集中的关押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99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 引发了后来整个对法轮学员的残酷的迫害 即使遭到当局的残酷的迫害 但非常多的人依然在私下里坚持他们的信仰 这是纽约时报今天刚登的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利益的人会认为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就为什么人不让你练就不练了 我刚才一再强调 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 在他们的背后有着佛道神 他们不求人间的得失 他们所求到的是对人性和人本身的尊重与尊严 就像被解救的江阁里面的那个白人的牙医一样 他最后的死是为黑人鸣不平去死的 为黑人鸣不平去死是他做人的尊严 他完全可以不死 他是为了帮助江阁找到自己的老婆而死的 大家要明白人们真正颂养的是这个 很多中国人爱看 我个人认为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懂得这样的道理 但是在现实当中 我们缺少这样的对人性的坚持 就是我说的好人沉默 就是诸咒为念 但今天应该知道自己该醒了 所以文章介绍说 建三江这件事情和这些律师遭到迫害的事情 在推特上在Facebook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人们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那比较荒谬的就是说 人们很多人会把这样的责任 扔在了今天的习近平和王岐山身上 对吧 因为你们主政 但是呢 你们的所作所为 包括他们在2013年把李东升拿下来 一再强调他是610办公室的主任 610是专门为了迫害法轮功的非法阻止 一再强调这点 但是作为民间 作为普通的人 在人们会没有 不认为有时间在等待着你们去处理如何 因为这是大善大恶的过程 所以我记得在胡锦涛主政期间 我节目中就说胡锦涛温家宝 你背老了黑锅了 你一点能力都没有 你一点该干的事情都没干 但人们会把责任放在你们脑袋上 文章还提到说 另外一位律师依然被关押的一位律师的朋友讲 实际整个故事是与法轮功学员直接相关 而张俊杰讲自己是为了委托人而去那里的 而委托人本身是个法轮功学员 他为了保护那些人 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名字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今天很多人权律师 一直在试图利用法律本身 保护法轮功学员 免遭残酷的严厉的迫害 这就是今天几乎人们在过程中 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你根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一位名叫张磊的律师 在北京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讲 在那一座黑监狱里面 关押了很多修炼法轮功的人 而这些人却被中共当局称为是刁民 被中共当局称为刁民的人 是法轮功学员 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而看守这个监狱的 保护这个监狱的 以这个监狱 以这个国家为名义的警察 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不仅仅是刁民的概念 这就是魔鬼的在人间的表现 没有他们这种魔鬼在人间的表现 不会见三江在今天这么出名 对不对 他们对待律师 律师所遭受的整个的故事 就验证了这个政体是邪恶的 就验证了这个法律本身是邪恶的 而纽约时报引述了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的一份报告讲 代表被关押人士的友人 已经向黑龙江省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出控告书 指控相关的人员绑架 非法拘禁 以及在狱中遭受酷刑逼供 其中去猥亵 侮辱那些被关押的女性 咱说句 另外一个角度说句话 很多以这样的方式被关押的女人 无论年岁大小 在监狱 在牢教所都遭受过如此的对待 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而杜斌先生在讲的这个走出马三家 这个片子本身里面触及到的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 而那个片子里面的主人 主要的陈述人目前再次被关押 侮辱这些女性的人 是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 是他其他女人的儿子 老公 父亲 那你说我要骂他们是畜生 绝对是不应该的 畜生不干这事 魔鬼才干 张磊称当地警方让生活在中国中部的王城父母 来建三江照顾儿子 他说这是个不好的迹象 他表示被关押的人遭受了殴打 而张俊杰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那张磊也表示张俊杰遭受的处罚 比其他人将在4月6号获释的律师要轻 因为张俊杰是第一次去那里抗议这个黑监狱 是张俊杰据说是被这个唐律师邀请去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所以我跟大家还是那句话 今天是拒绝邪恶的年代 你对对神佛的侮辱 你可以不相信 我们退一步说 你可以不相信 我们你不相信神佛 但我个人认为 可能神佛有着慈悲的一面 不会太 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不拒绝邪恶 你不拒绝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注重为民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